中国民航局宣布 11月9日起中美之间的直飞客运航班 将从之前的每周48班增至70班 根据美国交通部的通告 美国批准了5家中国航司的新增中美航班计划 其中国航自11月21日起新增北京到华盛顿每周两班 自11月23日起新增北京到洛杉矶每周一班 东航自11月25日起新增上海到洛杉矶每周两班 南航自11月30日起新增武汉到旧金山每周一班 海航自11月26日起新增北京到波士顿每周三班 川航自11月24日起新增成都到洛杉矶每周两班 多位行业内人士分析 洛杉矶目前是航司直飞中美航线最多的目的地 运力增加带来的票价下降幅度也会更大 此外 刚刚获批的海航波士顿航线和国航华盛顿航线 预计票价也有下降的空间 而随着中美直飞票价的下降和直飞航班的增加 此前需要通过日韩和中国香港等地转机到美国的航线 也会随之降价 德克萨斯州一家化工厂11月8日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 导致一名员工烧伤 大量黑烟冲上天空 爆炸发生后 附近一所私立学校被疏散 该县应急管理办公室表示 59号高速公路的一部分也被关闭 工厂5英里半径范围内的人员被指示留在室内 官员们后来将就的避难令减少到一英里半径范围内 爆炸工厂附近的几个县市也发布了应急措施 波尔克县应急管理办公室表示 爆炸的工厂中含有毒性化学物质 以致会导致急性毒性 致癌性和生殖毒性 并可能造成严重严损伤或掩刺激 皮肤腐蚀或刺激 吸入危害和器官毒性 圣哈新托县应急管理办公室在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火势线已得到控制 目前正在进行的监测尚未发现空气中存在任何化学物质 欧洲联盟11月9日宣布 对YouTube和TikTok展开调查 以了解两平台目前采取哪些行动来确保未成年使用者的安全 他们已经正式发函给两家公司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欧盟执委会说 他们想知道TikTok和YouTube为了不违反欧盟的数位服务法而采取了哪些措施 尤其在儿童身心健康面临的风险方面 数位服务法是欧盟为管输大型科技公司所配备的强大武器之一 内容要求数位产业巨拨采取更多措施 来反制违法的有害内容和假资讯的传播 并禁止数位媒体平台对未满18岁的使用者精准投放广告 违法企业面临最高全球营业额6%的罚款 据悉TikTok和YouTube最晚必须在本月30日前回复欧盟 近日 中国湖北省襄阳市剑桥医院院长叶某某被打拐志愿者举报 勾结多地中介团利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办理出生证信息 贩卖出生医学证明疫苗接种本引发社会关注 据该名志愿者了解 这些贩卖出去的出生医学证明真是可查 有的是给被拐卖的孩子 有的是给代孕的孩子 有的是给弃婴 11月8日有记者从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 目前襄阳剑桥医院妇产科已停业整顿 该院出生医学证明签发权限已被停掉 襄阳市公安局湘城区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包括涉事医院院长和相关工作人员在内的7名嫌疑人 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